复仇的机会来了 林俊逸终于等来了 这次印尼公开赛 将会与法国名将大伯伯夫重新相遇 回想上一次交手 正是大家正在看到的 林俊逸与法国一哥联手缔造 最疯狂的对杀明局 从比赛一开始 双方就没半点手软 不是直接杀球 就各种挑推 吸引对手火力 在准备对轰撕杀的路上 台湾西一哥林俊逸 这精彩的一战 参场林俊 展现了真男人的血性 但从这一场比赛 不少超级单的粉丝们 也看出了一点苗头 林俊逸的那交叉部 合并部 确实有太极单 当年的一点神运 但从场面上来看 这哥俩真的是都拨出去了 不顾一切对红杀球啊 但没有关系的 谁成长路上 没一点挫折与教训 怎么还真的 不同于上一次的300积分赛 超级1000的印尼赛 林俊逸 能不能重演这经验一幕 就不知道 接下来的印尼公开赛 是他突围而出 证明自己的好机会 这一次可要慎重了 对于台湾新一哥林俊逸来说 接下来的比赛 特别是周天成 接下来的比赛 那他赢下 加拿大名将 杨灿 但接下来在争强八强明德 他就不得不提前面对 再会投号种子选手 安塞龙 张玉归来的丹麦龙 首轮的表现很是炸裂 板官老一哥 周天成的比赛状态 在对阵小伯伯夫的比赛 其实也是赢得很惊险的 他展现的比赛状态 确实很一般 若不是对手的脚伤 以拖到决胜局的比赛 胜不难料 所以 这次面对安塞龙 估计也是要凶多吉少 反观林俊逸的晋级之路 相对来说 还是要轻松的多 面对大伯伯夫 只要他挤身一点的话 还有很大概率 复仇成功的 接下来面对乔纳台 他依然保持着胜算 同样艰难的是 面对着金平或昆拉姆特的胜者 他能不能突围而出 也是胜负的关键所在 但从晋级之路的千鱼来说 新一哥确实要比老一哥 好的一点点 希望他也能努力争取一把 说不定就会一个 超级一千的冠军呢 哪怕无法夺得冠军 杀入四强 也是一个挺好的 积攒奥运积分的机会 当然 若是最后的那两季机杀 打得能更慎重一点的话 若能赢下比赛的胜利 那结果就更完美的 对此你咋看呢